北中南赏灯去了 来到了台南 艾瑞克说加码台南还有一个灯会 而且全台最空灵 到底是如何的空灵法在哪里 对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我的照片好了 登登 哇 超漂亮的 其实呢刚刚我们一路上介绍了很多 这个台南有关于台南的一些风景 然后一些灯会都是比较古典 比较文学 比较有那种气质的感觉 但是我今天要介绍这个台南隆起的 虎行山的这个空灵 它是走比较新潮 然后创新有艺术感的 大家光看这照片就会觉得 天哪 这个已经颠覆我们对于传统 灯会元宵节的想象 但是这个灯会呢 它其实从这个2022的圣诞节 就已经开始展出了 一直到这个2023年的2月12号 一直都有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去看 今年它已经是第四季 那我之前去看的时候呢 我就是来到这个隆起这个虎行山公园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惊艳 因为其实虎行山公园呢 它是一个当地人就是登山健行 平常就会去消遣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那它真的是一座公园 然后它的海拔虽然不高100多公尺而已 可是你走起来这样简简单走起来 大概一个小时可以走完 那这个隆起的这个虎行山的灯会呢 它就是利用了整个地形 把这个所有的艺术品融合在地景里面 然后你可以看到比如说你可以穿越过它的竹林 它的吊桥 原本公园里就有的元素 再加上这样子很大量的充满艺术感 超乎你的想象力的作品 你会觉得来到了真的是像电影那个阿凡达的感觉 因为走进去之后你看那个灯光一打下去 你就觉得说就是在虚幻之间 那其实这个虎行山公园这个灯会呢 今年它特别又打造了新的路线 对然后邀请了其实国内外呢 就是很多司机组的这个艺术家 创作了司机组的不同的展出的作品 那你如果细细的去品尝它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它的作品跟它的这个土地 都是有连结的环环相扣 而且每一座艺术品都有故事 所以它是可以串联起来的 有故事性的 然后今年的主题比较特别 它是离开离不开 其实它是在述作那种 当年要离开啊 对它是在述作那种游子的心情 因为其实当时隆岐这个地方 虽然离台南市去不远 大概开这半个小时 可是因为当地没有很好的学校 所以很多游子都会离开隆岐 那因为这些返乡青年呢 他们就是再次投入了这个灯会 他们就是利用这样离开离不开 这种很微妙的情愫 把自己自身的这种过往的回忆 投入到这灯会里面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地方 是真的融合了艺术 又有感情又有故事的一个灯会 尤其是我觉得它的艺术品 真的跟我们一般想象不一样 比如说你看到左下角的那个 它是用这种很大量很像那种保鲜膜 去创作 然后用很多瓶瓶罐罐 就是比如说回收的 再生的一些环保的材质 然后就是还有像是灯笼什么 都是用一些环保的材质在去创作 所以它可以带起很多对于这个土地的关怀 所以这个灯会我觉得是很推荐给大家去 如果是比较喜欢新潮的艺术感的 只要花50块 平均是50块 价值是100块 你就会欣赏到这个台湾最漂亮 最空灵 最有艺术感的一个山林的灯会 我们这次介绍台南两种灯会 然后两个玩乐路线超多的 是不是要安排两天 那谁推荐的谁负责 路哥我们要住哪边呢 这家饭店不得了了 因为它刚好是在我们台南的安平的水井公园旁边 它是全台湾唯一拥有游艇码头的一家饭店 游艇码头 所以它住在这个饭店 你可以在水井公园附近游玩 因为偶尔都会有一些的装置上的艺术艺品 那到晚上的话这整个单打过去 怎么拍就是非常漂亮 它整个占地大概有3.3公顷 分为6大的房型 270几间的房间 可以看到这边是所谓的 安平的那个水井的公园 另外可以看到安平市区的古城 那房间都还算蛮适中蛮大的 那最主要呢饭店的很多的设备 它也是维一全整个台南地区里面 有一个高头层的无边际的游泳池 对啊很美 尤其我们都知道台南安平的夕阳是出了名的 超美的 它在那个游泳池旁边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堂椅啊 你可以点一杯文心的七尾酒就可以 就坐在那个地方 那整个饭店里面它该有的设备 比如说餐厅 他们一般就是推出现在很多的一鸭三吃啦 有烤鸭 樱桃鸭的和菜啦 主厨的私房料理 港式的和菜都有 所以晚餐你可以挑选很多不同的 你需要的口味 早餐不得了了 那特别的特别的一定要有台南的味道 所有的台南味道 现葱的牛肉汤 鲜鱼汤 小笼包 台南的味道 肯定有豆枣吧 一定要有 豆枣一定要有 豆枣一定要有 中西市一定要有的 所以它能够在这个地方可以非常住过 度过一个非常华丽的夜晚 而且能够让你吃到真正在地的台南的道地小吃 又奢华又在地 一个晚上要多少钱 只要报我们主持人的名字 哎呀 五千块就有找 那我主持人的名字没有打折 但老板可以多聊几句啊 这个晚上是不到五千块 给各位做参考啦 所以呢这个厉害了 我们刚刚前面两个灯会 一个呢是北主灯 一个是南霸天 那电视墙来看到 那接着我们就拉到中部好了 中部呢来个浪漫的 满分推荐石缸的花样艺术灯节 我必须说这一定是今年全台湾最浪漫的灯节了 浪漫 一定是来看看 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石缸花样灯节 它的时间呢是已经开始了 一路到2023年的2月5号 为期51天的灯节 那它的点灯时间是晚上的5点到晚上的9点半 其实时间还蛮长的 蛮长的 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走走 首先呢我要先跟大家介绍就是 一定要去的就是在绿六广场的这个璀璨星空塔 它是一个7米高的圣诞树 在圣诞树的顶端呢有一个八芒星 很特别是八芒星喔 然后顺着下面是水流灯饰下来 所以它有一个梦幻的名字叫做幻彩精灵树 有没有很梦幻 好精灵树喔 对 然后在这个圣诞树的周边呢 有一个钻石柱 就是这样一座一座的钻石柱 站在任一个角度 你不觉得都很像婚礼现场吗 超级好拍 然后再来我们知道今年是兔年嘛 对 然后呢它有一个区域的广场上面 都是大大小小的兔兔 晚上点灯真的是萌到不行 超可爱的 而且它的背景就是这个爱心的花廊 上面呢就是紫藤花 晚上点灯有够梦幻 然后再来呢 来到这个石柱这里 一定要走的就是情人木桥 今年的情人木桥也超级浮夸 因为我走过那么多次 没有看到这么美的光廊 它在墨桥的两侧 都是一整条的光廊 在光廊的上面 桥的上面呢 它不只有紫色的散海 它还掉了大颗小颗的灯球 而且它还有不同的颜色会变化 所以这一条真的是很漂亮的星光大道 我觉得超级梦幻 而且就像我刚刚说的 从灵淡月台开始走到后面的东风绿郎 整条都是满满的灯光秀 所以我们晚上想灯会嘛 那早上的话白天要问一下小猴啊 这边景点呢 我要带大家动吃动吃 动吃 东风自行车绿郎啊 我会建议大家先去租脚踏车 动起来 对然后那个脚踏车呢 很多人想说哇 东风自行车绿郎有将近14公里 那早上骑晚上还有 还有体力啊 体力逛灯会嘛 像有电动车 就是如果你坐一般的脚踏车是150 然后电动车个人的是300 然后如果是四人的那一种是1200 然后你可以这样子骑 那我预估就是十刚一日游的话 最好花三个小时的时间 三个小时慢慢玩 然后满分刚刚讲的灵淡月台很有趣 很多家长绝对不想让小朋友去灵淡月台 对为什么叫灵淡啊 因为它其实算是 现在是1234的那个零 然后淡嘛 好像听起来好像考试会零分 对对对对 可是问题是它以前是中文字叫零 然后就是归零的零 归零的零 扁淡的淡 因为以前十刚车站是附近居民交通重要的枢纽 很多的零售的交易 都在那里 所以叫零淡月台 所以现在很多人想说 如果我要考试的话 千万不要来这个 不要去那个地方 对 然后我们就租脚踏车车骑到 零淡月台拍照之后呢 又可以去一个3D彩绘艺术 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像我们小时候读到的 比如说什么七只小羊 是 捷克与魔斗 它全部都在墙面上 而且它不是平的彩绘 它好像是人物会跳出来 立体的 对 那个捷克与魔斗 那个藤蔓啊 那个是整个好像向上伸张 然后它还会有示意图 叫你怎么样去取景 对 它旁边有一张照片就说 你要站这个位置 然后比这个姿势 然后就啊 这样子 然后所以在彩绘村 你光是脚踏车 人跟那个3D墙互动 就可以排至少 我觉得应该快一个小时 对应该要 然后再来呢 你可以去情人木桥 对面的景观餐厅 景观餐厅 我看到那个菜单的时候 我选择障碍 因为它有分减餐的部分 然后意大利面炖饭 然后跟火锅类 这样这三大类的食物 加起来超过40种 哇 好难吃 对 然后价格大概 360到500多块之间 很不贵 我就在那边想想想 然后我想说龟类三大类 北海道的日式昆布锅好吃 然后还有卡拉炸鸡腿 不错 比进一下 对 然后还有这个梅干软骨饭 哦 对 它就是猪肋骨旁边的软骨 然后炖的QQ的 对 然后配那个梅干菜 非常的对味 那如果你是下午 我想说中午可以吃这个 下午的话 它有各式的松饼 然后它的拿铁都有很漂亮 小熊 拉花 或者是羽毛 拉花 爱心都有 对 然后园区旁边有 就是除了木桥之外 还有一个全台湾最大 9公尺的水车 哦 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拍照 对 它餐厅是比较怀旧类 是 比较传统式的庭园餐厅 可是旁边就是情人木桥 所以你看这整个东风自行车绿廊 你这样逛下来 你可以简单吃个东西 然后你又可以在灯会前逛各个景点 这样子真的是一路下来很浪漫 但是你的浪漫要延续到晚上 我就问一下小熊了 如果真的情人去了 我晚上一路浪漫的话 晚上有推荐住的地方吗 晚上住在全台湾最大的乐园 吃喝玩乐一次满足 哎呦 隔天也不让你休息哦 全台最大的乐园到底住在哪里 休息一下